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移民签证 是吧 那么这个是条道路 所以呢 相应的呢 也有来自不同的美国政府部门的统计数字 然后呢 我们这一系列 接下来呢 在其他的视频里还会给大家讲到 说现在有多少人在广州领事馆准备办这个移民签证 正在排队 以及呢 申请美国的签证 不管是移民签证还是其他签证 都有多少数字 因为什么原因被拒签 这些拒签的原因对应的都是什么样的代号 什么样的code 好 那我们先看一下这里 这个2018年呢 我们这里指的是财政年度 2018 fiscal year 这个具体来说呢 是从2017年的10月1号 到2018年的9月30号 前面已经说了呢 来自国土安全统计呢 比国务院要慢一步 然后呢 他的这个数字更全 但是呢 现在2018财政年度的整个的报告还没有出来 只出来了前三个季度的报告 那么根据这个前三个季度的统计呢 来自出生在中国大陆的申请人呢 拿到了52,800多张绿卡 那么如果折合成全年呢 就是7万张多一点 这个呢 比前几年略少一点 前几年有的时候有7万多 将近8万张 反正基本持平吧 7万出头 那么这7万多张绿卡都是通过哪些渠道呢 简单来说有几种 有职业移民 投资移民呢 从这个大的方向也算职业移民的一种 然后呢 EB1 IW等等自主申请的 这个呢 因为是申请人将来要在美国工作嘛 所以也算做职业移民的大类力 另外呢 还有亲属移民 亲属移民有两种 有一种呢 是美国公民的直系亲属 配偶 父母 未成年子女 这样的人呢 不需要排期 也没有名额限制 然后呢 还有一种呢 是需要排期的 一会儿我们还会讲一下 除此以外呢 对于中国申请人来说嘛 主要就是政治庇护了 这个数字呢 比前几年要少一些 现在我们估计呢 大概有几千人吧 不到1万一年里头 好 下面呢 我们具体来讲一下这个数字 前面说了呢 根据国土安全部啊 这个全年的数字还没有出来 所以我们这里呢 着重讲一下 这个美国国务院发布的数字 然后呢 数字对应的参数条件 给大家详细的说明 这样可以更好的应用 先看职业移民 大家知道呢 职业移民里面又分成几个类别 是吧 第一优先 第二优先 第三优先 等等 对应的呢 叫EB1 2 3 还有5 这个EB1呢 是杰出人才和跨国公司经理 在2018年呢 有6,582 这个申请人拿到的旅卡 这个包括主申请人和 dependence 家属 配偶 子女这些 这个6500多人里面呢 有1400多人 是在广州领事馆办理移民签证 拿到旅卡的 剩下的呢 就都是在美国境内 调整身份 通过S85拿到旅卡的 那么在广州办的呢 可能大部分是从中国直接申请的 接下来呢 EB2 第二优先 包括PORM和NIW 这个拿到旅卡的总人数 包括家属是2681人 这里面呢 通过广州领事馆办的 这个移民签证的就比较少了 这个一个原因呢 可能是 NIW现在在中国办的人还没有那么多 因为此前呢 排期和EB1差得多 那么现在差得不多了 申请NIW的人更多了 但是呢 排期还没有到 可能要过几年才会显示出来 EB3 里面呢 大家知道又分成skilled worker 有这个学士以上学位等等 数量多一些 因为拿到的剩余名额呢 在2018财产年度还比较多 总数包括家属是4392人 这里面呢 有526人 是在广州领事馆办的移民签证 主要可能是skilled worker 比如说你作为厨师 你有厨师证 或者是到美国来做别的工作 有几百人在中国通过移民签证 接下来呢 很多人关注的EB5 投资移民有4642人 大概占投资移民总名额的将近一半 这个比前些年少 此前吧 中国人曾经达到8000多人或者7000多人 那为什么少了呢 这有一个复杂的解释啊 排气问题等等 然后呢 有所谓叫外国人插队 如果你是关心投资移民的自然明白 那么总体来说呢 这些几个类别啊 这个职业移民都加起来 有将近2万人 这里面呢 大部分是在中国办的移民签证 其他类别呢 基本是在美国调查身份 以上是职业移民 将近2万人拿到旅卡 亲属移民呢 刚才说了有两种 我们先看呢 美国公民的直系亲属 包括美国公民的配偶 这些人呢 有3000多人拿到了旅卡 接下来呢 有美国公民的未成年子女 那一般的美国公民子女都是美国公民 但是有一些其他的情况 比如说 我没有旅卡 但是呢 我和一个美国公民结婚了 我有此前的孩子 那么结婚的时候呢 这个孩子还不到18岁 那么接下来呢 孩子可以和我一起申请美国旅卡 这样的情况呢 也有将近1000人 此外呢 还有出生在中国 有美国公民海外收养 这个也算在出生在中国拿到旅卡的名额里面吧 有1000多人 当然这个不一定都是由华裔的养父母来收养的 另外呢 还有美国公民的父母 这个数量多一些 有5392人拿到旅卡 那么这些呢 是不用排期的 美国公民的直系亲属 加起来1万多一点 另外还有要排期的 那么我们这里呢 给大家讲一下 比如说有哪几类要排期的亲属 排期到什么时间 然后呢 这些人拿到旅卡 数量是多少 其中有多少是美国境内办的 多少是海外办的 具体看一下呢 有排期的亲属移民呢 分成四类 或者呢 其中这个第二类还分成两小类 或者说分成四类或者五类吧 那么这个F1呢 是美国公民的成年未婚子女 这个排期呢 目前到2013年的3月1号 然后两套排期了 这个排期指的是filing date 这个也是美国国务院和移民局目前用于亲属移民的排期系统 然后呢 这个540人里面呢 绝大多数都是在海外 在广州领事馆办的移民签证 这个数字少一些 可能原因是说呢 美国的这个已经拿掉美国公民身份的人 好多人呢 这个子女可能年纪大一些了 有的都已经结婚了 这个接下来呢 这个亲属移民的第二类又分成f2a和f2b f2a呢 是绿卡持有人的配偶和未成年子女 目前排期时间很快 大家知道呢 公布的filing date呢 排期是到今年的6月1号 按照final action date呢 是current的 就没有排期 那么当然2018年的时候是有排期的 所以这个数据呢 3878人 美国绿卡持有人的配偶 其中呢 绝大部分呢 也是在中国办的移民签证 有一些呢 是在美国申请然后拿到绿卡 另外呢 还有绿卡持有人的成年子女 前面是配偶和未成年子女 那么成年子女呢 需要成年未婚的 大家知道绿卡持有人呢 不能给已婚子女办绿卡 未婚成年子女呢 排期到2014年9月1号 2018年有800多人拿到美国绿卡 其中绝大多数也是在海外办的移民签证 接下来呢 F3呢 是美国公民的已婚子女 这个排期呢 时间就比较久了 现在只排到2007年的12月22号 一共呢 有1500多人拿到了美国绿卡 也是绝大多数呢 是在海外办的 最后呢 这个F4类别是美国公民的兄弟姐妹 这个数量比较多 排期呢 只到2006年的12月15号 那么过去的一年里面就有1772人拿到美国绿卡 当然绝大多数也都是在海外办的移民签证 在另外一个视频里我们会看到 目前在中国还有十几万美国公民的兄弟姐妹在排期等待 那么这些是有排期的亲属移民 都加起来呢 一万三千人左右 好 那我们把以上的三类 职业移民 美国公民的直系亲属 有排期的亲属移民都加起来 总数呢 大概有四万多 但是呢 需要注意的一点呢 是这个美国公民的直系亲属吧 因为没有排期 国务院公布的数字呢 只统计了办移民签证 另外还有很多呢 是在美国境内调整身份的 比如说美国公民的父母 父母来贪亲了 或者呢 和美国公民结婚 他们的配偶 有很多在美国境内调整身份的 这些呢 根据往年的数字啊 估计起来呢 还有一万多一点 直系亲属 那么四万多 再加上一万多一点 大概就有六万左右了 还有呢 一万左右 是什么呢 就政治庇护 以及其他的一些类别啊 拿到的美国绿卡 这个以上呢 是分类别 我们具体讲了 2018财政年度 多少中国人拿到美国绿卡 通过什么途径 这些人里面呢 在美国境内交485 调整身份的占56% 办移民签证的呢 占44% 从前面的数字 我们可以看到呢 办移民签证的呢 绝大多数呢 是亲属移民 以及呢 1B5的投资移民 其他的职业移民 以及一些亲属移民 尤其是美国公民的 直系亲属 有的是在美国境内 调整身份的 好 那么以上呢 是中国人拿到美国绿卡的数字 以及具体的分类的分析 有更多问题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杰斯文贵